妳好, 大家歡迎來到我的Cat 我叫Frankey 哈囉, 歡迎大家收看Frankey煮法 我是Candy, 吳深深 Frankey, 今天我們要做甜點, 是不是? 對呀, 我們今天做一個蘋果派 蘋果派 用潤水來做的 潤水呢, 大家都要做甜點 我們也是外出賣的 我們也是外出賣的 對 但今天我們嘗試在這裡 可不可以教大家怎麼做 買回來的我覺得很方便 但味道比較上好像沒那麼好 沒什麼味道嗎 這也是心理問題 但問題是如果自己做 就可以便宜一點 雖然它已經是很便宜的東西 因為它是三、四元 已經有兩塊 如果自己做 它這麼大塊是幾乳酢 因為咖啡水裡只有什麼呢 只有麵粉 麵粉 水 水 牛油 就三樣嗎 對, 三樣而已 首先, 要先烤一會 所以將蘋果切成一塊塊 蘋果切成一塊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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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蘋果切成一塊塊 因為蘋果切成一塊塊 蘋果切成一塊塊 這個沒什麼所謂 好, 裡面的不是 只是要肉 你就這樣切成一塊塊 切成一塊塊 切成一塊塊 對, 好 切成一塊塊 你可以切成一塊塊 切成一塊塊 好, 切成一塊塊 切成一塊塊 我要切旁邊 這樣 小柚子切成一塊塊塊 因為它要切開 坎間切成一塊塊 這個牛油,我們要先做一個麵粉皮 然後把牛油放在中間去搭 每一樣東西來說,因為我們做配料 我們做的東西要比較準確一點 這個我們要煮融 因為我用來搓,所以要平常煮肉 另外,我們用牛油去搭 我要300克搭 這個牛油,用保鮮紙包著 最重要我們要做的就是 皮和牛油的硬度是要一樣 如果牛油太硬的時候,是滾不到的 如果牛油太軟的時候 你滾皮的時候,它就會擠出來 所以是比較難攪的一件事 但是我們只有耐性就可以做到這個步驟 因為只要我們把皮成就放進冰箱 冷到一個小時,拿出來再滾 那就沒問題了 因為皮和牛油的硬度是一樣的 500克的麵粉 我們要做一點粉 因為粉要放在桌子上,待會要搓粉 對 我們要做一點粉 因為粉要放在桌子上,待會要搓粉 對 搓粉 搓粉 然後它要冷 我們搓粉之後,就要放在冰箱裡 讓它冷一會兒 然後等它軟了,我們就可以繼續了 我們把水放在冰箱裡 這個冰箱裡,用牛油和水 這個就是粉 水,牛油 還有麵粉 對 需要把它們攪拌 這樣嗎? 對,我用手插勻 我把這個酥 你把蘋果 蘋果 對 鋪在上面 在上面 旁邊大概留兩吋左右 然後就放中間 這邊要留兩吋嗎? 對 在這裡放在冰箱裡就可以了 好 這樣夠就好 這樣會爆出來 你放一點 白糖 對 好的 如果我們喜歡的就放一點 很香 不喜歡的話就可以放一點 好 我們可以放一點橄欖 橄欖 橄欖 而且我們也可以放一點橄欖 可以嗎? 好 可以 放一點橄欖 好 然後呢, 就呢 你等一下要怎麼把它包起來呢 這個呢 我們呢, 就… 這個, 你等它最硬的時候 你不用把它包起來了 現在它這麼硬, 你等一等它就會軟 你不用馬上包起來了